- 第四季,可以有些大比例少少的放在這裏 Tommy就說,買Risk 囉 是吧? 因為我都被人問了很久 這個通脹究竟是一個美的 因為事實上這個通脹會比起前十年是高的 因為前十年的通脹是沒有走出來的 那它沒有走出來,有很多原因 但是這次疫症突顯了這個通脹 是會有一段時間是比較高期一些的 因為有很多人真的免得過不出來做事 是 那你的工資很自然它是會高了 那這個是好消息,對於香港打工仔 是的,是加到是 加到的 是的,這個是加到的,這個是事實來的 那我想呢,之後呢 是會,那個通脹是會高了 就算那個房價是控制到的 但是你發覺呢 房價是可以控制到的,這個是香港的現象 嗯 去年呢 這個,就是去年或者今年前半年呢 全世界的這個房價呢 都是升15到20% 是的 新西蘭升得最厲害 新西蘭現在呢 就是加息了 甚至是有一個人呢 是用五層樓的 以前都沒有試過的 很誇張 那你這樣的情況下呢 你一定是買一些東西 它是可以跟著那個通脹率是上的 不過呢 又不要太過危險 嗯 也是,不過呢 始終因為它們有些優勢在那裡 感覺上 就是它都是要有一個 將可收入 買一個比例的分派出來給你 是的 感覺上你就有一點點安樂一點 那你見譬如 畫面上面就算不同地區的一些 Risk的指數呢 其實那個回報你 三、四厘其實都是很正常的 那個的派息呢 其實呢 三、四厘是低的了 嗯 那當然了 譬如香港的Risk這樣 現在八、二、三 那可能的派息又不會太高 嗯 但是呢 譬如一些就是 和內地有關的Risk 可能它的派息去到七厘 嗯 那當然了 如果新加坡的話呢 因為新加坡的Risk呢 是亞洲最成熟的市場 是有多元化 那它大概是42隻 嗯 那它什麼類型都有了 嗯 那就是你可以跟回你自己那個的想法 你說哦 我們覺得它 就是COVID是可以控制到的 它這個共存政策 是正確的 是正確的 那你進去呢 那你去買一些就是 Hospitality的Risk 就是酒店類 酒店營成 因為現在酒店類呢 是最殘的嘛 是啊是啊是啊 那酒店類的話呢 就算它不反彈得多 它都還有一個額給你 可能是三厘額這樣 嗯 那如果你是說 哦 我都是不知道 不過普普通通 我想跟通脹的 嗯 那你買一些就是這個 商場 加上這個 就是 這個 寫字樓的Risk 嗯 那商場加上寫字樓的話呢 那它的派息會高的 嗯 但是呢 它未必那個價格會上得多了 是 是 那所以呢 那所以呢 譬如說 這個 就是我們說 Suntag 那這個呢 距離那個機場呢 大概是20分鐘 你機場走出來 剛剛在那個 就是CBD的邊緣 嗯 那它就有一個 好像IFC那樣的 又有商業又有零售 又有商業又有零售 又有這個零售 它都還去英國買些東西 嗯 去澳洲買些東西 那樣 我覺得新加坡那邊的Risk 好處已經多了 42隻 是的 而且你賣的 不只是賣新加坡當地的東西 賣全球海外的東西 因為 八成的公司 其實他們的資產 都是分佈在不同的地區 就是想回香港 其實只有12隻Risk 是的 那你就知道分解 我們剛才說開一個 就是譬如說 寫字樓加這個零售 另外一個就比較薄一點的 就是酒店類 哦 其實你中間都有的 譬如說一些 就是我們叫做Logistic 嗯 那你Logistic的話 就是這個 物流業 物流業 這個Logistic 我介紹這個 就是Mabel Tree Mabel Tree 很出名的 是的很出名 在香港都有八個工廈 嗯 那所以呢 你發覺它 它真的好 就是分散的風險 分散的 都真的幾大 Logistic 都是日後一個趨勢來的 其實現在是趨勢來的 不過呢 就 你知道了 有些是做得好的 那你譬如信封 做得好的 當然 菜料 不知道做得到 所以 就是有些做得好 有些做得不好 但是呢 如果你是把它的風險 分散得好的話 嗯 這個我想都是一個好選擇 嗯 其實很多種 有些呢 我見很多人提及 是做一些Data Center那些 就是做一些數據中心那些 是 為什麼我不 就是這麼 stress Data Center 在現在這個時刻 嗯 因為呢 上個星期五呢 大家知道呢 中國呢 就禁制了這個 區議貨幣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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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嗯 中國的數據中心呢 有一些呢 其實呢 就是混淆了下去 是 就是這個做miling的東西 那所以呢 這個大家呢 就小心一點 嗯 明白 那這一三隻呢 就是Tommy的心水推介 是的 亦有腰 亦都有些目標 其實是新加坡原來 大家回去可以 按一下那個code 自己進去研究一下 其實 究竟 我們請辦 開擇 那個 Field 呢 呢 什麼 呢 呢 呢